因为其实女双的话 可能因为女选手会在前面多一点 主要是一个主导的 一个组织球路的一个作用吧 但可能像 所以你看 以前的打混双的女选手 基本上都是在女双里面 单的一个往前的一个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 现在混合双打呢 中国队也非常强 在这次世界锦标赛当中 一共有四对选手参加 但是由于抽签不是特别有力 所以有三对选手 在八强之前就会碰掉两对 就是上半区的徐晨 马进 陶家明和汤金华 再加上邱子汉他们那一对 今天呢在二号场地 首先进行的这场是 大家现在看到的张南赵云磊 对阵印尼的选手 维迪安托和迪丽 第一局比赛张南赵云磊 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比分是21比14 对于张杰文来说 赵云磊应该算你的师妹 比你要玩好玩几波进队 但是也同时在国家队呆了几年的时间 你在比赛和训练当中肯定都对他还是比较了解 他你觉得张云磊的特点是哪些比赛 因为其实他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他那个就是一个连贯 手上特别是像推压完了以后的一个 分网啊 然后一个摆速的一个就摆速特别快吧 然后一个连贯是挺好的 其实给我感觉他倒是有一些方面 其实挺像以前的赵云磊的 张南和赵云磊这一队选手的场上的主要技术特点 也是他们的连贯非常好 他们包括张南 这位来自北京的选手也是一样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那种后场的进攻的实力 但是主要是打着连接这两队选手 印尼这队呢是印尼队的一队年轻组合 虽然在这次比赛是第十号种子 但是他们的实力跟前四号的混胶种子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差距 前三天的市井赛这个冷门非常少 几乎是可以说没有 那么被淘汰的种子选手也是微乎其微 在混双当中呢只有五号种子 马来西亚的吴柳营和陈炳顺是被淘汰了 他们是输给了韩国队 但是这个 其实这个五号种子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水的 所以他们输给韩国队是一点不让人意外 其他的单项也是一样 各个项目的大种子很少 几乎没有被淘汰 除了像南丹的田儿贤一 他是因为伤病没有来广州参加比赛弃权 另外呢印尼的老将索尼 他这个状态下降在第一轮输掉 也并不意外他是十号种子 也不是很高排位的种子选手 所以在64位的千位进入16强之后 基本上都是种子选手在被针 刚才球学的是个这外球 他犹豫了一下 中文队的两位教练是张军和刘勇 现在他们两个人分别负责男双和女双的训练 张南赵云磊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他们战胜了队友徐晨和马进 在混双这个项目上 目前由于大种子们基本上都还是顺利的打进了前16强 所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还是张南赵云磊徐晨马进 然后加上印尼的一对选手 艾哈迈德和纳西尔 再加上淡麦的尼尔森和彼得森 是夺冠的热门 在前两天的比赛里边 张杰文我们发现这个比赛的场地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风向 你在这个场馆天河体育馆也打过无数的比赛 而且平时工作对这个馆也反正天天在外头过吧 你觉得这个体育馆里头的风向 有一些什么样的给你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它主要侧风多还是顺利风多还是怎么样 它其实顺利风比较明显一点 在侧风可能会有一点点吧 但是主要以顺利风比较多为主吧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馆的风向 其实还是蛮好掌握的 就不会像有一些馆可能感觉有时候是顺风 有时候又变成侧风 但这个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律一点 这个天河体育馆和天河体育中心的这个日常 平常的这个馆里是归广州市体育局还是广东省体育局 广州市体育局 广州市体育局 对 昨天也有人在问我这个场馆是什么时候建的 它应该是1986年第六届全运会的当时建的天河体育中心 所以作为一个80年代建的体育馆和天河体育场 就这个场馆应该到现在已经应该是维持了非常好的 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7 维迪安托发球 其实混双的比赛还是以抢攻为主 就是女选手还是争取给同伴制造出进攻的机会 对 因为毕竟男选手的进攻力还是很强 发球失误 我觉得作为这个混双的比赛 女选手的发球可能跟双打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男选手的双打他的站位是要往后退一米多 这个有去会产生比较大的区别吧 对于专业选手来说 对 而且他因为他发篮球 他可能顾的点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可能男选手的发球 他的顾虑会相对会多一点 现在到了第二局的间歇 第二局的间歇还是11比8 张丹赵云雷领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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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丹赵云雷本次比赛是比赛的二号种子 他们是奥运冠军 从世界排名上来说徐陈马进一直都排在他们前面 但是这两对选手互有胜负 在大赛当中张丹赵英也要赢得多一些 这场比赛他们是在下半区对阵 印尼的李基维迪安托和迪利这一对选手 如果取胜的话 将对阵泰国的老将苏凯特萨拉利 还有韩国选手柳元兴和张伊纳 那场比赛的胜点 往前正手风得非常快 13比8 3 5 4 3 5 6 5 6 6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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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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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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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这个男选手呢 他的身材不高 移动应该比较灵活 但是后场的连续进攻的能力 显得这没有很难连贯起来 15比8 张南赵云磊打得比较顺利 张建文你过去打这个比赛 其实这个混双相对少一点 因为你后场实力应该是 在我看来后场实力相对强 强一点 所以负责后场比较多 但是在国内比赛的时候 我们老觉得其实广东队 也能够配出比较强的混双 比如说当初杨维跟富海峰 应该是一对 好像想象当中应该挺强的 但是好像全国比赛成绩一般 你感觉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首先他们也没有说 要就是有这个意思 让杨维跟富海峰两个配在一起 然后他们因为有一届全运会 他们两个是就是作为 好像大家都凑个数那样参赛 然后两个配在一起 所以他们自己也没有想过说 要打到很后面吧 所以反正也是打到哪算吧 所以没有感觉 他们好像有多强 因为主要是没有特别去训练吧 还是要双打还是要有一定的 这个配合的基础 对 那时候你做运动员的时候喜欢打混双吗 还是喜欢打混双 也挺喜欢打混双 对 打混双为什么 就是相比于女双 你觉得打混双也更有趣味 对 那她这个主要的乐趣 你女双是多在什么地方 因为可能她首先她速度快嘛 然后她男孩子进攻也凶 所以对我来讲 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 有时候觉得女双可能速度太慢 混双打起来速度快一点 变化多一些 对 对 我感觉在这个市井赛的 前几轮比赛当中 各路选手 各个场次的选手 其实失误率还是相对比较高 对 其实我会感觉 他们可能对这个比赛 这个风其实的掌握 还不是说 还是投几轮吧 然后大家都在摸索 这个风向的一个 怎么样会更好的掌握他们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 一直在摸索这方面的 好在现在的比赛呢 是属于这个 市井赛和奥运会呢 你的单项都是64000 对 所以在前两轮碰到的对手比较弱 因为羽毛球这个项目 从竞技体育来说 它其实不能支撑64000 就是64000是填不满的 就没有这么多达到水平的 64个或者64对选手 所以对于高水平的选手来说 前几轮虽然你也要适应 但是对手还是比较弱 对 在另外一边场地呢 这个徐晨 马进和陶家明 汤金华打得也挺激烈的 虽然是一场中国队选手之间内部的竞争 但其实我觉得对于陶家明 这样一个年龄不算小的选手来说 他也肯定很珍惜这次市井赛的机会 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吧 但是在前面的比赛是徐晨和马进领先 刚才观众席上有一阵喧哗 是因为双方打出了一个多拍 徐晨马进是21比16 胜了第一局 第二局15比10领先 这个球印尼选手 维电拖有点犹豫 所以是有可能出界 但是他没有赶放 好 好 谢谢大家 因你的选手迪利 你选手发球 赵云两千发球 这个球在反拍呢 照张南利用他的 硬抽和软档结合 造成对方主张是起球 挑一个对角 这个 三拍球的连贯 形成了进攻的机会 赵云三的往前的连贯也特别好 要过他也是特别困难 但是刚才这球是个失误 对 而且因为对方正站在那个顺风的位置上面 可能过来的球速会有点快 这球被男选手在往前抓到连续封网的机会 就很难能够摆脱了 20比16 张南赵云磊获得了场点 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是混双的16进8的一场球 赛会的2号种子 张南赵云磊 对着印尼都是年轻选手 第一局21比14拿下 这一局也是获得了场点 连续四个场点 刚才这球被对手得分 但是现在还是领先 徐晨和马进在另外一块场地上进行的比赛 也打得非常顺利 因为这个比赛的1号和2号种子 都会比较顺利的进入8强 这些还是攻对方的女选手 造成迪丽的回球失误 21比17 张南赵云磊又胜了第二局 这样他们是以2比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